所以从12月15号启动的这一轮《重点人群》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 我们要求各地参照核酸检测应检进检的模式 由各级政府组织和安排费用保障 推进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 个人不承担疫苗的成本和接种的费用 副条件上市以后 疫苗免费接种 是在居民知情自愿的前提下 企业按议定的价格提供的疫苗的费用 加上我们接种服务等全部的费用 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居民个人无负担费用